来关心天气 韩音早 印第早安 大家早安 好 韩音我们知道 这个台风呢 已经逐渐地远离台湾 前往日本了 不过呢 现在在菲律布西部 又有一个这个热带低气压成型了 那么大家未来几天 会不会受到这个 可能低气压的影响呢 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了 好 没有错 今年第四号台风 丽皮台风 它的路径呢 已经转往日本了 所以对台湾的影响呢 就逐渐变小 不过日本这边呢 因为受到整个梅雨季 加上台风的影响 所以都开始下起了大雨哦 部分地区甚至淹水 而且东京的地标晴空塔 还一度的关闭 所以这几天 要到日本玩的朋友呢 一定要特别的小心 要注意大雨 还有就是要随时留意 日本的气象动态了 那这个丽皮台风刚走呢 可以看到南海这边 又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形成了 而且呢 它之后的预测路径看起来 很可能会接近台湾 如果它形成台风的话呢 就会是今年的第五号台风了 所以目前呢 气象局正在持续观察 它未来的走向 还有它的动态了 那我们接着来看到 雷达回播图哦 因为这几天开始 都会受到刚才所说的 那个南海低气压 它的外围影系的影响 而且今天开始呢 整个南部加上东南部地区 都开始出现短暂争雨哦 所以出门的时候 记得攜带雨具 那么中部以北地区呢 因为午后对流旺盛 所以中部以北地区 今天开始都会出现 午后雷阵雨哦 那也提醒大家了 这几天海上的风浪 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提醒在海上 作业的朋友 这几天都要特别小心哦 那么山区的话 也要小心瞬间大雨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 其实可以发现 温度上的变化 是不是很大的 温度大概都在高温 34度左右 到了中午的时候 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热 有可能来到35度 甚至36度哦 所以出门的时候 要注意多补充水分 也要记得防晒 那么南部还有东部地区 因为受到整个 外围云溪的影响 可以看到一整天 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的 那么中部以北呢 则是午后队楼旺盛 刚才有告诉过大家了 都会出现午后雷震雨 所以这几天呢 出门的时候 像是周秋假期 要出去玩的话 记得都要把伞 放在包包里面哦 那么再来关心 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看到基隆市台北市 新北市地区 27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30%到40% 再来桃园新竹苗栗地区 27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40%到80% 台中彰化南投地区 26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70%到80% 云林加以台南地区 27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50%到80% 再来高雄澎湖屏东地区 27度到34度 降雨几率是60%到80% 宜兰花莲台东地区 26度到33度 降雨几率是40%到80% 再来外岛地区 降雨几率是60%到30% 接着来关心今天的旅游气象 接着来看到今天的农民历 今天的话是5月14号 今天是夏至 提醒大家今天过后 天气就会越来越热 更会有夏天的感觉了 那今天适合做的事情 像是祭祀今天就比较适合 不适合的做的事情 也提醒大家了 像是搬家入宅的话 这些都是不适合的 提醒大家了 那以上的资讯 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我们接着把时间交换给燕迪 好